真正的我在2016年就已经死了 之后的选择是不是就没那么重要了 自由交易市场在今天正式开启 但一切交易都被一个人的决定抢了风头 杜兰特正式向蓝网管理层提出了交易申请 希望能尽快交易离队 短短的一句话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有至少八支球队临时改变的交易计划 毕竟在今天之前 没人想过杜兰特会做出这种决定 就像六年前 没人敢想象他会成为勇士的一员 甚至相比于雷霆 蓝网为多兰特做的事情要多得更多 2019年总决赛受伤后 蓝网在明知道他将会休战一年的情况下 还是抛出了橄榄枝 为了接下来的冲冠 球队愣是养了阿渡一整个赛季 为了多兰特的招募计划 球队留住了已经不再巅峰的小乔丹 用无数选秀拳换来了哈登 又在欧文多次做出过分行为时 选择了一次又一次的原料 阿渡当初正是欧文商量好共赴布鲁克林 想留住阿渡的心 那他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 于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开始 三巨头合体场次极少 第二轮就遗憾出局 第二年 欧文的所作所为更加疯狂 但蓝网明知道正确的人是谁 却还是交易走了哈登 因为在这场争议里 杜兰特并没有出面挽留 显然在布鲁克林管理层的心里 阿渡的地位远高于其他任何人 在被绿军横扫出局之后 其实很多苗头就开始出现了 例如阿渡反常的没有积极招募自由球员 例如他并没有和蓝网管理层交流 例如他甚至没有和欧文进行过面谈 大家以为他是对欧文彻底失望 没想到他已经计划着离开 显然这是全世界都无法接受的方式 毕竟这是有一个前科的球员 或许说背心气意不够准确 但毫无忠诚可言的罪名 他就不得不悲伤了 对于蓝网来说唯一幸运的是 阿渡算是个不错的筹码 如果狠下心来 他们会在其他球队那里得到很多的优质资源 但在夜深人静时 回想起这三个赛系的106场比赛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